邀请郑诗玲自然疗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诗玲你好 嗨大家好 明明你好 是那今天诗玲呢为了我们的节目啊 除了在这个讲解内容部分做了满满的准备呢 那其实在示范的食材上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 谢谢诗玲 那待会儿呢我们就争取时间 边说呢可能边示范 然后呢也会利用播歌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在进入歌曲和广告的时间内呢 让大家了解 这些食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混合 那我们今天谈到要做健康的沙拉酱嘛 是 很多朋友都知道生食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的部分里头 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虽然我们传统华人会觉得食物没有祖书哦 不能吃的 可是后来在了解了一些饮食的方针之后 我们发现了 蔬菜水果生食 它里头含有的酵素跟领养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的确确需要的 对 那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 像我第一次知道吃这个沙拉很好 然后就吃啊 然后当然也会淋沙拉酱啊 可是没有想到沙拉酱也是一个陷阱 是 那基本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 因为现在轻食 我们都在走轻食风 然后进食风 所以沙拉就变成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食谱 对 因为吃沙拉的确是很健康 我们鼓励说你多吃生菜啊 多吃水果得到像明明所说的不同的酵素 还有不同的植化素 他们有抗氧化的功能 抗癌的功能 保护细胞 抗老化 很多很多不同的好处 对 可是很多时候呢 尤其是要减肥的朋友 很多时候都会选择说 我吃沙拉到底健不健康 到底能不能够瘦下来 那我觉得沙拉酱的关键 沙拉的健不健康在于你放什么材料和在于你用什么酱料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美国的善食协会 他们其实做了就是一个研究 就发现到 他们美国人最爱吃的那个凯撒沙拉 就是那个西式沙拉 一份它的卡路里是等于650大卡 比一份牛排还要高 所以我觉得那个重点可能在于 第一就是那个量的问题 到底你吃多少 然后第二就是在于你的酱料放了什么东西 那沙拉呢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说要在外面购买的话呢 我发现到沙拉的最主要的原料就是油 对不对 那沙拉酱一定少不了油 那我们常常比较关注的就是 他们到底用怎么样的一个蔬菜油 来调配这个沙拉酱 而往往我们发现到市面上的一些沙拉酱 都是用的大豆油啦 这个菜籽油啦 Colona oil啦 或者是说一些Sunflower oil 甚至是它不告诉你什么油 它就直接写一个蔬菜油 Vegetable soy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油呢 我会觉得第一呢 他们都是一些精致的加工油 所以蔬菜油本身是好的 但是经过了一连串的精致的 这个加工的这个程序之后呢 那好油也会变成坏油 对 而且很可能呢 它的一些化学的物质改变之后呢 它还会含有一些反式脂肪酸 所以吃多了反而会造成你心脏阻塞的问题啊 会造成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 反而会研发一些的健康的这些问题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有些朋友说 我已经吃得很健康了 我都吃很少肉 我常吃蔬菜水果 而且我都生食 可是为什么我的三高 我特别这是高脂肪啊 还是降不下来 对 我觉得关键是在于 你一定要吃好油 那一般上呢 我会鼓励说 沙拉 要制作沙拉的那个油 非常的重要 而且要选好的油 因为我们都没有经过烹调 都是生食的 所以最好的选择可能是冷压的蔬菜油 是比如说冷压的橄榄油 冷压的椰油 这些都是OK的 那有些朋友说说 那我购买一瓶无油 或者是低油的沙拉酱 是否是OK 因为市面上也是有很多一些 所谓的水果类的沙拉酱 那其实我们说 为什么要放油在沙拉里面 因为本身菜本身的味道 就是它的原汁原味嘛 就是它这是比较爽口的味道 可是它味道不重 比较清爽 那油呢 在沙拉的角色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增添那个口味 然后又有不同的油 又有不同的风味 那第二呢 最重要的是 它是帮助我们吸收 某一些营养素 比如说有一些脂溶性的 或者脂溶性的营养素 就是溶于在脂肪里面的 维生素A啊D啊K啊E啊这一些 那我们要吃蔬菜 所以有生吃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吃更多的这些维生素 可是它需要好的油来帮助它吸收 所以你选择一罐无油的沙拉 可能未必会达到那个真正的健康的效果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那个沙拉酱的一些色素和防护肌 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一般我们在家里制作酱料的话呢 我相信我只能够存放三到四天 对 可是外面的那些酱料呢 我们放多久呢 可能一年两年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那它一定是有经过一些调配 经过一些处理 它才能够放置在那个位置上那么久 那同一时间我们也吃进去了 我们身体不需要的那些防护剂 或者一些色素 尤其是一些宣称自己很养生很健康的水果 这些沙拉酱 比如说芒果酱它是黄色的 那还有草莓是那个红色的 那其实色素都从来 其实里面到底有多少水果的成分呢 那我们可想而知可能是少之又少 对 如果大家去买就是芒果 或者是这个我们说的草莓 你自己去压榨成酱自己做做看 你绝对买不到 做不到跟市场一样鲜艳的颜色 对 然后有一个很可怕的原料 就是他们经常用在沙拉酱的 叫做Titanium Osaid 然后这个Titanium 它其实是我们用在油气的其中一个成分 那个目的是要让它的色泽看起来更光鲜 更加有那个色泽感 所以这个添加剂是可食用的吗 这个添加剂是可食用的 而且它会放在可能是色素 它规略在色素里面 然后它其实也是这个沙拉酱常用的一个原料之一 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很压抑 那有些不写 那有些写的话它会写Titanium Osaid 那当然它是食品级的 但是对我们自然医学的角度来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挺伤害身体的 它会所破坏你的身体的一些习惯啊 肝脏啊 造成更加的一些负担 变成养生的东西就变成又不健康了 对 那最后呢就是沙拉酱呢 有一些沙拉酱也是比较甜的 有没有 那甜味又是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讲的是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它油啊 它的盐啊 它的甜味啊 那甜味呢 很多时候呢 我相信很多包装食品都用一样的这个甜味剂 就是高果糖玉米糖浆 我相信不少的专家也在这儿讨论过 这个高果糖玉米糖浆 就是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那表面看起来它是一个好像很健康的东西 那以前我们都讲 有corn这个东西 对我们讲白糖不好嘛 后来这个就变成取代白糖的东西 因为它不会影响到那个胰岛素的分泌 所以大家说 这个东西是糖尿病适合吃 那直到近年我们才发现到 原来这个原料呢 它虽然说没有说吃进你的胰岛素的分泌 可是同一时间它去了哪里呢 它就去了你的肝脏 所以它就影响你的肝脏的代谢 然后就累积在肝脏 然后引发这个脂肪肝 所以近年来他们发现到 在北美他们这个脂肪肝的这个 那个风率其实那个几率增加了很多很多 可能都是因为过分使用这个原料所导致的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 就是在购买的时候要留意一下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觉得是热量的这个问题 可以想象中一瓢的那个千岛酱 是大概是70大卡 一瓢的我们讲美乃滋 这个都是常用的沙拉酱 是大概90大卡 所以你两瓢下去呢 等于是半碗饭 你都还没有吃其他的东西 而且有些时候沙拉只是一个配菜 对吗 它不是一个主食 所以你想象中你吃了这个沙拉 你还要吃你其他的东西 所以一不小心你就会吃过量了 我们有位朋友在面子说思绪明明 他说如果我做沙拉酱 可是又想到 如果我吃生菜的话 那我又喜欢优格优格又很好 我可以买plain yogurt 就是这个原味的优格加蜜糖 当然是选好的这个蜜糖了 就是蜂蜜了 加下去然后搅拌在一起 然后倒去我的沙拉吃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 自己创造的沙拉酱呢 当然沙拉酱自己能够做是最健康 但是我会鼓励说 你的原料也是很健康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沙拉本身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食物 所以你用的优格 你用的蜜糖 你用的盐 越干净 就是越天然的话 那你的沙拉酱 当然是越健康 比方说你用的优格 就是那个优格 是怎么样的一个优格呢 我会比较鼓励说 你用natural 优格 或者市面上有一种叫做 great yogurt great style yogurt 它是全汁牛奶去发酵的 g-r-e-e-k 对对对 所以它的口感会比较稠一点 然后呢 其实它也会比较酸 但是呢 你买那个plain的话呢 它是完全没有味道 就是它本身的那个风味 所以在标签上 natural 跟plain 的分别是什么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类似的 只是不同的这个牌子 它可能有自己不同的配方 那我还是非常鼓励是说 大家养成看标签的习惯 对 因为你有些时候 你不能够单靠它写的 然后你就相信 你一定要拿起来去看 到底它里面有什么成分 那你会发现到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不同的牌子 它很大的那个区别 对 even一些cheese 我们讲 因为最近我家里 家人都很爱吃cheese 那我去购买 因为cheese本来就是一个 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那我们吃沙拉 也常常用到不同的cheese 来增加我们的蛋白质 那cheese呢 如果你用心的去看 市面上的cheese 很多也是有加工 就是有调设计啦 有调味料啦 而不是真正那种发酵出来 真正发酵 可能你要买那种块状的 对 然后再自己学这样子 就比较天然一点 是 谢谢士林在这个部分的讲解 因为真的在制作 生吃的沙拉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加像cheese 像这个yogurt啊 等等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要多注意了 为什么会特别提醒大家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饮食习惯是养成出来的 那我们在听节目的 这里有很多妈妈们 当然也有一些 很喜欢烹饪的男士们 我们都希望你为了一家的健康 特别是我们孩子的健康 从小就奠定他 有一个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 还有再附加高职一点点 你要教他们怎么选择食物 这个才是让他们终身受用的 一个生活技能啊 好我们先听歌 记录资讯 稍微来我们再聊 当然也会趁着播歌的时候 进入资讯的时候 做示范 如果朋友们想要听 想要看 这个时候方便的话呢 也可以进入 明明的面子书粉四页哦 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做哪一个呢 好 那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基本的沙拉酱料 是 那基本的沙拉酱料 就像刚才那个妈妈提到一个问题 她帮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那我们就讲了 其实基本的酱料呢 我们首先一定要一罐好油 我一直在强调 这个就是 cold pressed olive oil 你可以用 olive oil 你可以用 avocado oil 你可以用 walnut oil 所以随你喜欢 就这样是 其实沙拉是一个创意无限的食谱 所以这个要三份 所以总之你记得 你拿的是一个大的汤匙 对不对 大的汤匙 对 但我们也可以把食谱 放在网上 跟大家分享 所以 三匙 基本的这个做法 假论你家里什么都没有 家里总管有一罐油吧 就三个三瓢的那个油 什么油都可以 你用亚马仁鲫也可以 只是要带苦 然后一份酸的东西 酸的东西 对 酸的东西 你可以用柠檬 你可以用青柠檬 你可以用苹果醋 你可以用种子米醋 草米醋 什么都可以 酸的就好 只要是食用的 酸的 但是一般我们都会用柠檬 因为家里很多人都有柠檬 对对 所以一份的酸 就是同样的池 一匙 对 所以这个比例 大家要努力几吧 三比一 三个油 那一份的这个酸 然后接下来就是 一点的盐 一点的盐 所以我们提议大家用的就是 天然的海盐 对 像我所说的 这个原料非常的重要 不要用白盐 那破坏了你整个 整个美感的好处 我们要用有颜色的 比如说 喜马拉雅盐 像这个 我读到的是 喜马 喜马拉雅酸 或者你可以用Celtic Sea Salt 法国的那个盐 非常的好 然后我用的是黑胡椒 黑胡椒 对 黑胡椒 马来西亚生产黑胡椒 所以这个我们有非常棒的 这个黑胡椒 所以我鼓励说 大家其实在做这个 沙拉酱的时候呢 可以放多一点点盐 放多一点点胡椒 不要紧的 因为你只用到那么一点点 在菜里面 那么你请记得的话 就是说 不要放太多在你的菜里面 就大概一点 然后就是 因为你放太多 菜也会被那个油煮熟 哦 它会变得很软 很不好吃 哦 对 那大概一点呢 然后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 大家看到了吗 嗯 OK 这个是还没有 搅和之前的 对 然后我就把它 摇 摇晃 摇晃 摇晃呢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真的不耐放 大概三到四天 那因为其实油 蔬菜油它都是 怎么说呢 它本身是比较不耐热的 所以大家不要给阳光照晒 做好了 马上放进冰箱 然后就 就把它浇在菜里面 就可以了 所以像刚才哦 你做的这个 这个步骤 其实很简单嘛 搅和了之后 可以放三到四天 可是还没有搅和之前 像这个 olive oil啊 或者是这个柠檬汁啊 或者是盐啊 或者是胡椒粉 这一些反而 可以放比较久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们家里的 煮菜的原料 是 如果大家时间 有比较多一点 就每天现做嘛 对 那如果真的赶着出门 后来不及做 可能一次就可以 做两天的分量 对不对 那我鼓励说 如果大家要做 大家都尽量找这种 jam jar 非常好用 就你们家里的jam jar 你就这样把它 直接这样 shake 效果就会很好 对 然后这个蔬菜 在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淋上去吃 就好了 对不对 那那个蔬菜呢 一定要把它 怎么说呢 瀝干 因为蔬菜的水分太多的话 它就会影响那个口感 如果是要做水果沙拉 水果就不要太多 因为它太多水分呢 那就会不好吃 好 谢谢士林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呢 就完成了 请大家守候着 我们健康的沙拉 酱的制法 第二个部分 这个现场示范了 那如果大家错过了 其实可以看我们的 FB视频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当然 做沙拉酱啊 沙拉酱 当然吃沙拉咯 吃沙拉咯 这个选择的种类啊 比如说蔬菜 或者是水果 或者是起司等等 都是我们在配搭上 要注意这个营养均衡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请士林 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讲解了 那吃沙拉的方法 当然是无限制了 那我会鼓励说 其实每一个人 每一餐 最好都有一些生吃 若可以的话 那沙拉可能是占了一个 一个四分之一 那碟子的四分之一的 一个分量 若可以的话 那就是有一点深的 那那是一点的配料呢 那分量是大概是 一个手掌心 这样子 那如果有些朋友是说 他on diet 或者是说 他有在限制 那个calorie的那个摄取 那他想要每个午餐吃沙拉 那请问他的午餐的 这个沙拉里面 需要涵盖什么东西 我觉得如果你当他是 一个餐来吃的话呢 那你所选的那个材料 就非常的重要 首先呢 我觉得沙拉 80%的蔬菜 都可以做沙拉 OK 只是有一些蔬菜 需要稍微烫过 有一些不需要 那一般上一些 叶子的蔬菜 比如说生菜啊 那种西洋的 Lectus啊 Rumax 那些rocket 那些都可以生吃 那些我们吃到 还有很适合的 就比方说 这些胡萝卜 黄瓜 芹菜 这个番茄 都可以生吃 这些没有问题 那不太适合生吃 可能稍微要 稍微汆烫过的话呢 我觉得是十字花科的蔬菜 比如说是那个花椰菜 或者是那个 白色的cauliflower 那因为他们比较难消化 比较容易有这个 产生脏风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你稍微烫过一下呢 其实 但是你不要烫太久 大概五 蒸个五分钟 它稍微有一点熟了 这时候吃呢 那营养成分 其实是更加的好 然后呢 有一些蔬菜呢 是不适合生的呢 加上一些豆类 一般上豆类 我也是建议说 你一定要大概烫过 好像长豆啊 扁豆啊 毛豆啊 这些 因为你想象得到说 豆类第一 它们非常的硬 当然生吃不好吃 纤维非常的粗糙 第二就是呢 它其实含有一些蛋白质 是很难消化的 也会造成一些脏风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都一般说 豆类一定要稍微创碳过 还有就是薯类 马铃薯 比如说你的 还有什么薯类 就是那个 薯类 番薯之类的 都还有 加上类似好像山药那些 其实都要煮过 那薯类呢 它是因为含有一些 有毒的解 那你如果没有煮 手才吃呢 其实是会有毒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然后呢 当然我觉得我们的 这个沙拉可以是 有一些蔬菜为主 然后呢 可以放一些 比如说spices spices就是一些 辛香类的东西 比如说蒜啊 大葱啊 或者是一些香草啊 圆芡啊 这些呢 都可以来增加 它的这个风味 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放一些 坚果类 坚果类 当然那个坚果 可以稍微烤一下 这样子 当然也是增加 它的口感之余 坚果类也是带给你 很多的这个脂肪酸 然后呢 就是如果是说 想要当一餐的话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 讲的都是淀粉类 碳水化物 所以最好要一些蛋白质 蛋白质来源是什么呢 如果是 比如说可以吃肉的 可能可以选一些鸡胸肉 就比较普遍的 或者是一些 Turkey Ham 这些这样的东西 但是尽量要选 比较天然的啦 然后呢 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用豆干 或者是说 Tempe 这些来取代 或者是 Cheese 很东南亚式的生菜 所以其实它也是可以很丰富的 当然也可以吃得很饱 当然 所以说 沙拉也可以做一餐 如果是你控制得很好的话 然后你要有不同的蛋白质 因为你当是蔬菜的话 你很快就会饿 它不够耐饱 那你有一些 比如说 Cheese 一些豆干 一些Tempe 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你就觉得有饱感 这样就会比较是完整的 这样子 然后再配上我们的沙拉油 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一个 生菜沙拉当成是我们的主食的话 就是一餐里头 我就吃这个 无论是站在排毒的角度 或者是瘦身的角度也好 那我们在设计这个生菜沙拉的时候 也是要抓准 基本上有五大营养素的这个原则 是 你一定要符合 就是一定要有蛋白质 有好的脂肪跟碳水化合物 那还有就是 有一些谷类的东西 也可以放进沙拉 比如说最近很流行的藜麦 藜麦对 其实藜麦 你来做沙拉 就是适量的话 因为当然你不需要 好像一碗饭那么多 你可能半杯的这个藜麦 然后再加上一些菜 那调配吃下去 那种口感也是很好 而且很有饱感 而且藜麦也是蛋白质 很好的来源 那你可能再可以调配一些水果 比如说越慢越美 一些陈 大概洒开来 这样子的话 你的一个沙拉就是 色彩又丰富 营养又丰富 然后口感又丰富的 很好吃的一餐 对 那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 可能对于在蔬菜方面的 一个口味 会比较挑 然后就觉得 有一些蔬菜 可能它带有一点点色 或者是苦 所以它就不太喜欢 那其实像这样子 带有色或苦的一个蔬菜 是不是代表 它含有某一些方面的营养素呢 要看它是属于哪一种蔬菜类 比如说我们讲姜 就有姜的味道 对不对 像比如说有些菜 它本来要有这样的 好像花椰菜 它有它的味道 它就不需要存在 那就OK的 当然有一些菜 比如说生菜 你会发现到 有一些生菜很甜 有些生菜却很苦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那个 可能跟栽种的方式有关系 那一般上呢 要强调就是说 因为沙拉我们都是生吃 我们没有经过其他的处理 都是很简单的吃 所以我会鼓励说 找有机的蔬菜来吃 如果能够去皮的话 就尽量去皮 就是如果它不是说 像那种黄瓜 如果你不是买到有机的 那没办法 你就把那个皮给去掉 这样子 那我们才可以确保说 我们吃的沙拉是 真的是可以 就是因为要健康 所以才可以达到 那个健康的标准 因为我们知道 朋友们都希望能够吃得健康 然后呢 曾经看到朋友们的一些反应 他们的回馈 就是说 不是我不要买有机 而不是常常都有那个机会 或者是有地点 可以让他们买到有机的蔬菜 像我们知道 其实有些地方是有宅配的 他直接送到你们家 就反正这个农夫种什么 限时限令 他就送那个给你 那其他的朋友可能就到市场去买 可是有一些朋友真的买不到 那我们用普通的就是 我们知道现在蔬菜 如果你大家仔细去看 除了就是传统的 用农药摘种的 也有现在像premium级的 premium级它是特别强调 我用少量的农药摘种的 然后再来的就是 完全有机 就是不用任何农药摘种的 那大家可以依据自己本身的需要 还有你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你想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去做选择了 是 就是反正尽我们的能力 能够做的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很喜欢吃水果沙拉 那就是水果沙拉其实不是不好 但是如果你那一餐你只是水果的话呢 而且分量很多的话 那长期下来呢 它的热量和它当中的果汤可能也会太高 所以最好是掺杂蔬菜和水果一起 那还有一些朋友很喜欢放一些干果类的东西 在你的沙拉里面 那比如说一些葡萄干啊 那刚刚我提到蔓越莓啊 这样这些适量也是OK 因为太多的话呢 它们的这个糖分也是蛮高的 那像刚才我做了一个基本的 就是三份的橄榄油 然后一份的那个酸的物质 然后就就是那个盐跟那个pepper 所以很容易的一个一个搭配 所以这时候呢 比如说这是刚刚制作的这个成品 这个做出来之后呢 其实大家可以以这个为基础 过后呢 像刚才那个朋友提到的问题说 你可以要加优格 你就可以把优格加进去 所以又再加不同的风味 或者有些人喜欢加芥末酱 就把芥末放进去 芥末酱 对 变成法式的这个沙拉酱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础 然后你就从这边呢 可以演变成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口味 这样子非常的简单 是好我们希望朋友们可以多留意我们稍后要给大家做的一个示范 当然如果你在制作沙拉酱这方面呢 选油啊或者是食材方面也是有一些疑惑的话呢 我们欢迎大家来到 iFM或明明的面子书粉丝页 甚至是透过我们的微信账号跟我们联系咯 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稍后进入资讯 然后我们继续再聊吧 OK 好我们来到第二个部分哈 好 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沙拉酱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做一个比较有亚洲风味的 亚洲风味的 毕竟我们是怎么说我们可能是有些家里的妈妈 老人家可能又怕寒啊 又怕说太太凉了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做一些比较温性的这个沙拉酱 那就适合大家吃 比较温性的 对 无论你是寒凉体质的或者是中性体质的 或者是造性体质的都适合吃对吧 对 然后首先呢 我要把同样的我准备一个这个加 非常方便 然后呢 第一个材料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Tamari Soy Sauce 所以这个是日式的这个 酱油 酱油 Tamari Soy Sauce 跟一般我们买的酱油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Tamari是他们在做做 制作Miso的这个生产物来的 所以一个by pass product 然后所以它存在的 它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氨基酸在里面 它的口感可能带有一点不同 它不太咸 然后它也没有卖 所以对一些卖肤敏感的人都可以吃 这个跟我们平时在用的或者在市场上看到的日式的酱油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不一样 一般日式酱油叫做Soju 它是有味的 它是有卖的 可是这Tamari Sauce它是很少卖 所以其实它的风味又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 我常常用这个来煮饭啊什么都非常的健康 然后呢我们有醋 嗯 好 所以同样的我们一些咸的东西 然后我们来个醋 醋哦 嗯 醋呢 这个是 呃 这个是 sorry 我再找一下 嗯 啊 这醋在这里 这个是醋哦 样子都一样 那醋呢 会买这个 呃 炒米醋 对 一个汤匙 汤匙 刚才那个是 嗯 刚才那个是几汤匙啦 那个香油 刚才那个是两个汤匙 两个汤匙 酱油 对 然后就是醋 那在买醋的时候呢 可能我不要长期了 看标签 因为很多醋也是合成的 然后就有一些化学物质在里面 过后呢 我们有这个橄榄油 橄榄油 一个汤匙 嗯 一个汤匙 OK OK 然后我们有这个 这个也是有点咸咸酸酸的 这个是芝麻油 哇 好香哦 芝麻油 一个汤匙 嗯 我们都倒进去 嗯 所以这个我是用橄榄油 再加芝麻油的一个调配 嗯 然后呢 最后我们有 蜜糖 蜜糖 哇 蜂蜜 蜂啦 嗯 我在现场嗅到的这个 沙拉酱的味道 有点像是 我常去的那一家日式餐厅 他们做的那个沙拉放的酱 嗯 比较明显的分别 就是他们有加很多那个 呃 芝麻在里头 芝麻香 对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会放蒜 哦 蒜末 蒜末 对 就是把它融到 就个人喜欢 就我喜欢吃蒜 那就可以放多一点 嗯 然后还有姜 姜 姜 也把它磨碎 磨碎姜末 对 这个你喜欢 如果你要辣一点的话 你可以放多一点 嗯 哇 这个会用的材料比较多 可是相信口感也会相当的丰富 是 这个材料比较多 那其实这个呢 除了做沙拉也可以拌面 嗯 拌面 对 你可以做soba 啊 然后就把它拌冷面 其实蛮好吃 就是这样子 大家看到吗 颜色你看它的层次 嗯 有没有 因为它的材料都比较丰富 这个在准备 然后我们就在开始摇晃 嗯 所以你看这个瓶子多好用 嗯 就是这样子 哇 也不需要做太多摇晃 对对对 把它拌在一起 嗯 就已经可以了 那我请明明嗅一下 嗯 很香哦 真的很香 嗯 好 我觉得这个部分哦 如果是拿来 哈哈 做白切剂的话 也可以 哈哈 尝一下啊 嗯 很好 嗯 那个味道很好 而且你发现了 因为我们用的 最重要还是那个原料 如果你原料都是好的原料的话 它就是吃那种原汁原味 所有的那个成分呢 都融合在一起 嗯 非常的棒 而且吃在嘴里边呢 我们吃到的层次很丰富 对对 那先是那个酱油的味道 然后后来是醋 然后后来那个蒜啊 姜的味道也跟着出来 是 然后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挺适合 比如说老人家啊 嗯 或者是一些比较怕寒的 或者胃比较不好的 嗯 那胃比较不好呢 我建议说不要一次过吃太多生食 嗯 就慢慢来陆陆续续 因为一下子吃太多 可能你的胃会消耗不了 嗯 所以就给一点时间自己 然后慢慢的去增加 让你的肠胃去适应 对 因为我们在谈到生食这个部分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哦 蔬菜不足啊 吃下去会寒凉啊 胃会生风啊 可是像这样子的一个 沙拉酱的搭配 像有蒜在里头 有姜在里头呢 嗯 就可以减低这个 因为吃生食 而胃生风啊 帐风的问题了啊 嗯 好 谢谢士林在这个部分的示范 那我们下一段继续再聊咯 那么谈到这个生菜沙拉的一个 油的选择 跟食材的选择呢 看到有朋友们给我们回应了哦 像这个朋友 林林就说 其实有些专家讲啊 番茄不能生吃 煮过呢 这个番茄碱比较好吸收还是什么的 嗯 再加上番茄有大量的 这个表皮上的农药啊 嗯 那请问像这个番茄 要怎么处理 我们才可以吃到那个精华呢 OK 其实番茄呢 是一个很有益的 嗯 蔬果哈 我们说 当然首先呢我还是 因为我同意是说 番茄是很多很高农药的一种蔬 蔬菜之一 嗯 那我会非常建议说 尽量是蛮有机的 即使是剩余番茄 因为你很难把那个皮给剥掉 嗯 对不对 然后呢 番茄其实生吃的时候呢 你可以得到它很高的维生素C 可是你煮熟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得到它最多的那个 Lycopene 嗯 这个番茄红素 嗯 所以前红素是在加热之后呢 它就会释放出来 嗯 所以你生吃有不同的东西 可是你加热之后呢 可能你维生素C 就会流失比较多 嗯 那可能两个都有不同的好处 那你去选择 偶熟吃 对 比如说维生素C 它可能对免疫啊 对皮肤都很好 那前红素呢 它对抗氧化啊 对前列腺啊 嗯 或者是说 当然它对皮肤抗氧化也是非常的棒 嗯 所以生吃熟吃其实都可以 我是觉得 嗯 好 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 也谢谢施灵的解答 哦 再来我们也看到朋友们就提到的 嗯 像如果我在做生菜沙拉的话 我要把它当作是一餐 那么鸡蛋啊 我用一个煮熟的就是把它切片 这也算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吗 是 刚才讲漏的其实就是 其实鸡蛋也是很好的选择 对的 所以呢 比如说当然我们尽量就是往 就是水煮蛋啊 那方面去处理 就不要是煎蛋这样子 所以蛋是OK的 也是一个很好的很棒的蛋白质的来源 是 那在食材方面的选择可多呢 因为每个人生长的地方不一样 可以选择的食材也不一样哦 那针对我们在市场上比较容易 看到的一些蔬菜水果 那看起来好像很多人都会用一些生菜 比如说红色的也好 绿色的也好 或者甚至是黄色 适合做生菜沙拉的那个蔬菜加入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样本地的一些蔬菜 其实也可以适合哪来做生菜沙拉的呢 有位朋友这么问哦 本地的呢 我会觉得说 其实本地有本地的一些生菜啊 比如说然后一些包菜啊 纸包菜啊 这一些其实都可以 或者是说我们也是有种一些灯笼椒啊 这些也是可以做成沙拉的 嗯 反而好像菠菜芥菜这些呢 我比较不鼓励 因为菠菜芥菜最好是烫熟才吃 嗯 因为它们含有的一些减内 跟那个硝酸盐比较高 嗯 所以吃下去呢也是不好 身体不好处理 对 这样子 那对于包菜方面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太硬了 还是什么的 不适合生吃 请问稍微的汆烫也可以当做是一盘生菜沙拉吗 嗯 当然你最好就是说 跟一些生的菜一起穿叉着吃 嗯 当然如果你是说怕太硬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切得很碎 嗯 像纸包菜呢 给它切得很碎 其实是蛮甜 蛮好吃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 南瓜啊 比如说一些 你可以烤一些南瓜 烤一些这一些 番薯啊 紫番薯啊 橙番薯啊 然后就配在你的生的菜一起吃 这样子感觉上就没有 不会太生的感觉 就会比较好吃 嗯 口感会比较好 对那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 就做了两个生菜沙拉酱的一个示范 第一个呢 它就是比较属于是西式的 第二个呢 就是比较带有南洋风味的 我们偏向而用的是 日本的一个加本地的一个食材 那上后我们最后呢 就也是会再做另外一个食材 对 嗯是的 好那再可能就是 油方面的选择 对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可能 因为刚才我说一直讲到说那个油的重要性 对对 那么油呢 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很 就是搞不清楚 什么油是好油 什么油是坏油 对 这我说没有精致的加工油就是好油 但是其实油的那个范围其实是蛮大的 对 那我不懂大家看到这一个图吗 嗯 看到吗 看得到在靠近镜头一点点 看到吗 是 所以这个图呢 其实有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示 就是说什么是好油 什么是坏油 嗯 那基本上我里头讲的 其实这个是属于液体的油 嗯 那液体的油来讲呢 是 待会我再给大家看哈 那液体的油来讲呢 那我们有Omega3 Omega6 Omega9 我们知道说 其实油呢都含有369的 只是比例的问题 那 Omega9比较丰富的油 就像 橄榄油 葵花籽油 芝麻油 二里油 核桃油 所以这些我们强调大家多吃 嗯 因为多吃而且凉拌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 为什么橄榄油那么适合做沙拉 嗯 然后呢Omega3呢 就是你的亚麻仁脂油 苦茶油 这些也可以适合凉拌 那 唯一要注意的是这个Omega6 太高的蔬菜油 嗯 因为Omega6太高呢 比如说玉米油 大豆油 葡萄籽油 哈 那即使是说它们是蔬菜油 可是你用太高Omega6的时候呢 身体会引发这个发炎的这个作用 嗯 所以就引发一系列 比如说会 嗯 发炎就表示说你可能会有皮肤的问题啊 哮喘的问题啊 关节痛的问题啊 都可能吃太多的这个Omega6 嗯 有关系 所以我们尽量选择就是 三跟九这一组来做这个沙拉酱 嗯 让大家看得到吗 看得到三跟九啊 如果大家在听节目没有办法看到的话 烧得控也可以来到米米的面子书粉丝业哦 看这个Live视频大家就看到了啊 嗯 那另外朋友Anny就说 请问如果我们选用椰子油CoconutOmega6可以吗 可以 但是所有的油不管你选择什么油 一定要是冷压的就可以了 嗯 就是不是Refined的 Refined就是经过精致加工 所以你看不要这样有些时候它会告诉你的 嗯 另外一位朋友Suki 他做的这个水果沙拉呢 有梨啊 有苹果啊 有蜜瓜啊 有葡萄啊 有坚果类啊 然后他就撒一些黄姜粉 然后再放洋葱 这样子做可以吗 好丰富哦 其实当然是 还是 还是属于健康的啦 OK 但是我会鼓励说 还是蛋白质那方面可能不够多 或者绿叶的蔬菜不够多 所以这两方面可以加强一点 因为我们的鼓励是说 多吃一些绿叶 其实是对身体有不同的营养素 嗯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说 尽量是不同样种类的这个食物呢 都一点放进沙拉里面 是 我们另外一位朋友说 我们都大家都知道芹菜是很不错的一个蔬菜 可是呢 它又是在这个有农药的蔬菜排行榜 像榜中有名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办呢 因为我真的到市场去看过 嗯 有机的芹菜好贵好贵 嗯 比普通的芹菜贵好几倍哦 嗯 OK 所以如果 像我讲的 就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妥协的话呢 这样可能就少吃一点点 嗯 或者是说你在清洗的过程呢 就尽量清洗的比较久一点 嗯 一般说我们清洗 所以菜呢可以把一些水溶性的一些农药可以洗 给给给洗掉 如果你用流水哈 小小的流水一直洗一直洗 反复的洗 但是记得不是浸泡盐啊 浸泡盐是对农药完全没有帮助 而且会恶化整个情况 嗯 所以用一些流水啊 或者有些人用那个baking soda 这个食品类的 嗯 那也可以综合掉一些这个农药 是 嗯 当然说完全去除呢 这个可能我就不敢保证了 嗯 就有点困难 是 谢谢施林今夜在节目中呢 给我们做的示范哦 那我们空中的讲解就到这里 赞考结束 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聊了 好 最后给大家选来的是 林志颖的这首歌 《芹菜》 好 On A节目结束了 可是示范还要继续做哦 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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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所以 同样的呢 我们这里有 我再换一个汤匙好了 嗯 因为那个已经被污染了 嗯 就是他们其他的油 OK 所以这个呢 是带一点辣的 这个沙拉酱 是 所以口感很 怎么说呢 带点刺激 带点 很refreshing 所以胃口不好的人 我告诉你这个 你肯定会很喜欢 或者是 这个味道 口味 口感比较要求比较重的人也可以 对 当然它 因为它里面我放一些辣椒粉 它可能也会把那个韩性给综合掉 所以非常的好 所以呢 同样的 三分的这个橄榄油 有来了 嗯 嗯 所以永远不变的定律就是 3比1 嗯 至少你要有三分啊 嗯 OK 三分之后呢 然后这个呢 我会选青柠檬 青柠檬 青柠 就是我们很烂 那青柠檬 其实我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青柠檬 多于这个柠檬 柠檬 因为青柠檬的 它就是让你会 苏醒的感觉 对 如果你要睡觉去修一修就最好 哈哈哈 然后青柠檬呢 其实这里是大概 这里大概有三个吧 所以我用两个青柠檬就够了 它会比较酸一点 嗯 这有点泰式的口味 嗯 所以是三匙 对 三匙 嗯 然后呢 我放这一个 呃 辣椒粉 辣椒粉 嗯 这个 这个是我们叫做Cayon Pepper 嗯 它真的是 你看它的颜色 哇 这个真的是辣椒粉 这个蛮辣的其实 那这个辣椒粉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功能 嗯 比方想其实在医学上也是说 这个辣椒粉对于那个 关节炎很好 嗯 然后呢 我还有这个 这个咖喱粉 嗯 好 所以很少人会说 哎呦我把咖喱粉放进沙拉酱 嗯 可是这个会让你有就是 惊喜的感觉 好 然后呢 我再加一点 这个 嗯 姜黄 姜黄 对因为姜黄 其实咖喱粉里面已经有姜黄了 可是我想要放多一点姜黄 是一个养生的作用 嗯 因为姜黄对干 对我们党固醇 对很多东西都很好 嗯 然后最后呢 放一点点的这个 海盐 海盐 就这样子 嗯 这个沙拉酱油哈 酸又辣 嗯 然后如果你的沙拉 放一点甜的水果呢 嗯 就会很棒 嗯 口感就会刚刚好 你就发现了 哎你为什么吃进甜酸骨来 哈哈哈 也是要摇晃一下 嗯 你看这种罐真的是很好用 非常 对 颜色很美耶 对 嗯 而且你看天然的东西 这个就是天然的颜色 嗯 我告诉你你放在冰箱三到四天 它颜色就改变了 嗯 所以想象得到我们架子上面的种沙拉酱 嗯 整个放了一个世纪都不会变颜色 嗯 好的 好 现在我用来 这个可能会比较呛一点点 嗯 那可能这个用一点点就行了 以后味道都很重 那我们请妹妹来试一下 哦 哦 有没有被顿时觉得被换醒的感觉 哦行啊行啊 哈哈哈 绝对有哈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好酸 然后第二个呢 就开始就是吃的 吃得到的就是咖喱的味道 咖喱粉的味道 哇 那个唾液也分别出来了马上 诶不错诶 对 这个如果是喜欢吃大量沙拉 又觉得沙拉淡淡无味的话 这个是不错的选择 对 而且其实 其实这个沙拉酱 我是用在梨麦的 梨麦 然后放一点圆芡啊 放一点蔓越莓啊什么 其实真的是很棒 嗯 是 非常感谢士林 今天为我们准备那么多食材 是 哇 还有小黄瓜 对 其实这个因为罐子好用的地方 是你可以直接把蔬菜 放在罐子里面 然后把酱倒进去 然后就拿着上班吃 然后就拿着上班 这就变成你的一罐的那个沙拉 哇 好好哦 是我要学起来 那以后我也可以吃生死 把菜放在里面 然后你酱倒进去 然后你把整个东西拿去上班 这个就是你的沙拉 哈哈哈 谢谢士林 今天很用心的给我们准备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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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